歡迎光臨快速帶人家 我是盈婷 這個星期我們要鎖定電動車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電動車推陳初新 有很多不一樣的設定也慢慢出來 你要希望它跑車一點 它比跑車還要殺甚至比超跑還要殺 你要需要實用化休旅電動車 選項也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來看看電動車的新境界 這個星期節目的第一段 我們就來看看電動休旅車 要講到電動休旅車 就從最近的時程比較近的 有發表了一些車款來看 那你會覺得說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躍進 比方就是續航里程 現在動輒續航里程都很容易達到 你一天北高往返不用太緊張 或者是中間小小上個廁所充電 不是要把車子停著一直充電 是去上個廁所順便充電的狀態下 你根本北高往返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前提之下 你就會發現各家車廠 推出的這個電動休旅車 其實是挺受歡迎 像奧迪啦 最早期我們適到的是這個e-tron e-tron就是一台休旅車 那它有很多新的元素出來 也因此在當年得到 車訊風雲翔 所有汽車媒體的一致好評 票數也很高 那眼鏡至此呢 竟然出現了Q8的e-tron Q8的這個車格比較大 所以你可以想像呢 車子可以運用的空間也就更大 在Q8 e-tron上面 也可以看到很多新的元素 尤其現在搭著這個奧迪的新的品牌識別 所以你會發現 以前一些你熟悉的奧迪的樣貌都變了 包括了你在場會上面 然後包括上面還有燈的照明 以及你到車子的屁股 你看不出來 我這一台是Q8 e-tron的55還是50 你不知道它的動力規格 你不知道它的這個續航里程 那都是一種新的品牌識別 但是它多的就是黑色熏黑 然後讓你一眼就知道這是什麼車 然後你會覺得多一點點神秘感 然後以及它在B柱的地方 還有這個識別的場徽 所以這一切都是一個新世代的余惠 那據說Q8 e-tron的接單 比預期中還要來得好喔 表示消費者對於這樣車格 而且同時是電動車 以前是望之卻步 既想接近又怕受傷害的電動車 接受度也大大的增加 這是我們看到奧迪這個品牌 近期在電動車上面的發展 那接下來分享到電動車 也不得不說賓士的電動大軍 如果你前一陣子有前往 台北市的貴婦百貨 有時候逛街不想去看 怎麼一堆賓士的電動車停在那裡 對賓士現在的做法 就是要讓這些大家可能 望之卻步的電動大軍 而且他是S-Class EQS的休旅車 就規格比較高 售價也比較高的車款 直接就在消費大眾的面前 你可以近距離的看看這些車款 那要講到了這個賓士的電動休旅車 包括EQE的SUV 你可以從入門開始買 就是享受這個電動車加速的動力 享受他的續航里程 享受他跟GLE一樣的置物空間 甚至是更靈活的運用 以及如果你預算多一點的話 享受什麼呢 享受開車的感覺 S-Class誰說一定只能坐右後座 你可以大老闆到前座來開開車 那就是這次EQSSUV 一個不一樣的存在 那簡單來講 賓士把電動跟休旅車 攪拌在一起 把它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這個高度就是 可能以前電動車 你要什麼有什麼 然後你希望像跑車 他可以像跑車 但現在是 我希望他能夠奢華 他也同時可以奢華 所以在記者會上面 我們看到有杜比環繞音效 然後車室裡面是白色的內裝 每一個細節都是很細緻 一摸就知道 價值不菲 質感不同 還有Hyper Screen在裡面前 那至於EQS的SUV 如果你不選配太多 在真正實際生活上使用 會不會差很多呢 他告訴你 不管是EQESUV或EQSSUV 不只是你用得很輕鬆 同時他還有新科技要來輔助你 接下來就帶大家出門試駕囉 大家好 我們來到好漂亮的南投喔 但是今天的氣候真的是很特殊 因為颱風來 運氣真的有點好 不過竟然沒下半滴雨喔 今天我們設定了幾個關卡 讓你來感受一下 全新的EQSSUV 還有現在GLE裡面的一些黑科技 跟過去截然不同喔 我們帶大家來體驗囉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 記憶路徑的停車 那這裡有個很大很大的方便 就是如果你家先生很會開車 車子也買得這麼好 可是太太就是很GLE 然後你家車位長的 可能比較難停一點點 所以每次下車的時候 他會說那車子交給你停 然後鑰匙又還給你了 但有個好處現在是 車子就自己會把你停進去 那這個設定很重要 又要拯救夫妻的感情 所以接下來這件事情 要好好教會我們 好 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怎麼樣第一次做 記憶路徑停車的這個路徑記憶 那記憶路徑的時候 我們覺得我們都要先 按這個Parking按鈕 然後我們就會發現 這邊會有一個 停車輔助系統記憶 所以其實 錄製件就是粉色的這個按鈕 然後配身設定好 我們想要觸發的起點 比方說我們要從這邊做起點錄製 然後我們就按它 按錄 然後它會要你做一個確認 再按一次 停車的按鈕 然後接下來它會有一些限制 比方說你在 當它記憶的時候 車速已經有超過8公里 然後它單趟的路徑 它的極限的長度是100公尺 100公尺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開始儲存 然後我也可以做半導的動作 它這裡還會有這個耶 路線這樣畫耶 它在記了耶 還可以換檔喔 也就是接下來車子裡面發生的 每一件事情它都把它記下來了 對 包括你怎麼排檔啊 然後你的車速啊 它都記下來 好 比方說我們現在進到這邊 就設定好 這個是我們要停車的車格 現在我們要儲存的話 我們就按下這個按鈕 停錄就對了 把它存起來 儲存 那這個路徑現在就已經存好了 超簡單的啊 就像我們平安斯在錄影一樣 對 所以我們可以試試看看我們開會區 原本的起點 各位觀眾朋友 我其實平安斯技術每天都爛 但我今天要演得很爛 所以就故意亂排 今天這太太真的太不會開車了 我就是歪勾騎算了 往旁邊去啊 往進去啊 它還抓到 它還能抓到 我真的超無理取鬧 我剛剛是往旁邊有車子的方向去 所以你吻合它的路徑 所以你車身的這個角度 並不一定要Match到你原本的位置 對 而且我們周邊的同業都還在拍 所以他們可能會有人逗來逗去的 我都不跟他講我們的實驗 對 就是通通交給他 所以我這時候呢 就什麼事都不要做 就告訴他說 對 停這路腳要鬆開囉 好 按了之後 好 鬆開囉 好 跳給他喔 好 因為剛剛有點任性 而且他現在努力把我收回來 其實說實在 他們剛剛跟我說他可以自動停車 考慮我們家的車也可以啊 結果發現什麼比什麼啊 真的是時代在進步的 對 我們在原本的功能上面 又再進階了一些功能 這太誇張了 欸 它這 哇 它真的要照剛剛歐馬的路線耶 其實如果這時候容易緊張的用路人 他可能過去自己都習慣自己開車 他就踩了煞車或油門 會不會解除 也可以 你踩煞車它也會放慢速度 或者是你已經看到有人要通過了 你可以先踩下車的朋友 喔 行車真的一塊蛋糕耶 以後家訓班如果都用這樣的車子呢 好四話 每個人都是車神喔 YA 各位觀眾朋友 車子熄火了 不會停車怎麼辦 我們就下車 下車在這裡 掰掰 自己會停回去喔 你怎麼動 你怎麼動 我們剛剛是先透過智能停車 找到停車格 對 然後找到之後我們就下車 然後下車之後我們透過這個 remont parking的這個app 然後去做連線 那剛剛我下車之後 其實我用這個app裡面的這個功能 先去跟車子的wifi做連結 喔 已經連結上了 對 連結上之後 它會有一個解鎖的方式 九宮格耶 所以我就照它這樣子喔 下往上再往下 欸 解鎖了 停車位 停車位 好 然後我就 欸 有耶 應該是可以 好 那我們這一個 好 安確認 安確認 你要讓我停喔 他跳出了一個 他要我停就在車輛附近喔 好 那我就繼續 走機還有CUE我把手機很放 好 那我們幫我發生什麼事 那如果我任性拿紙咧 他停了 那我再放橫的 他又開始了 也就是我為什麼要在附近 就是如果有人經過啊 會有什麼危險的話 他可以直接 我真的要讓他去停嗎 現在這個路面它有一點高低起伏 所以他一直在偵測 他的動力輸出 是要多下 所以就是我們家的農場太大 路上石頭太多 那有些時候 他發現有危險的時候 他可能會停下來 其實我們可以隨時 確認環境的配置 好近耶 我現在因為我的手機在停喔 裡面沒人喔 沒人 沒人 而且他 他的速度不慢 像我自己可以慢慢撲 可是我覺得 有一個震動 你和退出 他姐OK了 那你和結束之後 他就會上速 結束 就這樣 就這樣停好車了 這樣停好車了 裡面真的沒有人耶 哈囉 沒人 沒人 真的沒有人耶 太酷了吧 那我試的這台車呢 就是前一陣子答應大家 很快 很快的時間 我們要跟大家 好好來報導 體驗的 這一次呢 讓媒體一口氣的體驗到的就是 最近賓士橫行的幾台休旅車 那因為我跟大家有承諾 所以我今天幫大家特地試駕這一台 猜到沒有 這是什麼 EQS SUV 休旅車 對 上次我們的製作人 跑去韓國拍給大家看那一台喔 我跟你講啦 記者會那一台喔 真的Burban 裡面的內裝呢 是白色 那我今天這一個呢 是質感的顏色 這叫做好真的過生活的時候 才會挑的顏色 白色內裝我個人很喜歡 哇 裡面有氣氛燈你看看 嘿 現在雖然我臉歐壽壽壽你看不到我 但是你看這周邊 感動啊 你覺得這整台車也太帥了吧 而且你知道我這個抬頭顯示器啊 整個就是大 所有資訊呢 不只是車速喔 包括現在幾點幾分 然後你手有沒有握方向盤 你有沒有壓線清清楚楚的 而且彩色的好不好 有紅色藍色啊 然後呢這裡的時速速線啊 然後是100啊 加速加速加速 加上去的不用客氣啦 當你目的地啊 因為我現在導航已經連上了 當你在往哪邊轉的時候呢 它會跑漁谷出來喔 而且隨著你離那個地方 越來越近 漁谷就越來越立體了 在你面前 這個看了 心曠神怡啊 好我現在臉終於可以亮了 噔 下毛毛雨OK 試車遇到下雨天 真的是最靠譜的 你才知道這車的特質啊 我們要講到上次我們試EQS 它的風阻值啊是0.2CD 超厲害 當它變成休旅車 也沒有拉差囉 0.25跟0.26分別是EQS EQ1SUV的表現喔 這個風阻真的很棒 而且我是休旅車喔 它不會讓你覺得很笨重喔 而且在加速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銜接的真棒 好我現在先來聊聊喔 試車的感覺 就是那一種輕柔沒壓力 我們也不用想太多的事情了 我們就是把一切交給自己心之向往 就往前 那車室裡面超寧靜的 其實這回呢 我有特別跟前線的業務人員聊天喔 你說S-Class以前 歐頭車一定是坐右後座 自從EQS的產品出來之後 很多老闆就搶到這個位子來 還有呢疫情之後呢 可能有些企業呢 在人力上面有些調節 所以其實像很多S-Class 變老闆自己在開喔 欸老闆開之後發現 唉唷 我過去幾年 那車好塞 自己沒塞 都給別人塞 現在好自己塞 感覺很棒喔 那也就是我今天既然是EQS SUV呢 有個很重要一點喔 我這台車呢 沒有做很多的選配 但是選的是有質感 而且會讓你滿意的 就是我的車門板 車門板上面呢 它有那個木紋 而那個木紋高級到 你會真的 舉起你的大拇指 上面還有山盲耶 看得感動啊 好漂亮 好有質感喔 而且摸起來 是立體的感覺 有立體啊 它才不是隨便的一塊木 就丟在那兒啊 有用感情喔 那個高級家具的感覺 我們剛剛在山上開啊 因為我這一台EQSSUV啊 比較大台一點點 就像我當初 剛試EQS的時候 的那一種很棒的感覺 我的後輪轉向 10度還是有 所以呢 你在大台 你在S-Class So 我還是可以開得很好 就是我隨時呢 剛剛在這個山裡面 走來走去的 其實都是很輕鬆的 沒有什麼壓力 喔 現在速度可以拉上來喔 那我盲點偵測也是隨時會亮 那我這台車好真的選配 沒有像我們記者會看的那一台白色 那是認證的車齁 選配得那麼嘻嘩 但是一些舒適的配備 後面還是有喔 所以我的後座的 一些選項是有勾的 那其實基本上其他的標配 今天來試呢 已經覺得可以豎起大拇指了 第一件事就是Hyper Screen 大螢幕 欸 我剛剛有點偏出去 要把我拉回來 而且它前面的抬頭顯示器 就給我亮紅的 他想說拜託你認真一點 專心一點好不好 因為現在有點下雨喔 然後野車子 就是大車來來回回的會有一些喔 那我基本上開真的是覺得很輕鬆 隨時要唱歌可以 而且如果你真的很愛唱歌 然後你喜歡聽一些歌手音樂的話 我的車子裡面有杜比環繞 那這一次呢 再來試這個EQS的SUV的時候呢 當然我們在記者會帶大家看 跟現在實際式的感覺是有不一樣的喔 Hyper Screen很吸引人 那當然包括儀錶板呢 它的資訊非常的清楚 你也可以調整成你想要的模式 跟我中間這個導航真的賞心悅目 基本上我也不太依賴它為什麼 因為我的抬頭顯示器裡面 已經有導航了 甚至它會有雨骨出來喔 它會變成立體 看了真的 覺得這個路被指引得非常的沒壓力 很清晰 然後呢我的右邊有延伸過去嘛 當然我們之前在辦舞蹈EQS的時候 我往旁邊看 它就會關起來 它都不給我看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狀況下呢 我是需要它的 你知道因為我的EQSSUV是可以越野的 所以我在這個Home的地方呢 直接選越野模式 它可以在我中間這一大塊看到 那越野模式呢 你甚至可以把循跡防滑關掉 然後你甚至呢也可以 這個陡坡環境可以把它作動喔 現在高速公路還好一點 那我們剛剛在山上啊 你真的不確定右前輪啊 左前輪你看不太清楚的地方 下面有什麼 那它就有個透視的底盤 清清楚楚的就不會讓你車子去搞到 那在越野模式之下呢 其實在右邊的這個副駕駛呢 它也可以來直接透過前面 hyperscreen的延伸的看得一清二楚的 就是你現在進入腳 離去腳 還有你現在這個技術好不好 然後你的波度啊什麼全部都在掌控之中 可以加速一點點 哇它加速真的很順暢耶 它還可以告訴你驅動系統 現在是前輪驅動 後輪驅動 四輪驅動 喔我連驅動系統它都告訴你了 而且 基本上我覺得用車的時候不用太有壓力 你太了解車子在幹嘛 但是當然愛車的朋友會想知道 我現在車子實際在為我做什麼服務對不對 它副駕駛座的人 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掌握 你現在是前驅還是四輪驅動 正在做動什麼樣的動作 然後可以幫忙看啊 這是很方便的喔 那你車子實際的表現啊 均衡度啊 全部都可以在你的掌控之中 對它有告訴你輪胎的溫度 喔台溫也告訴你喔 對 喔 所以其實夏天我們就可以關注一下 你的台溫的表現 在山洞裡面 我真的覺得在山洞裡面 就是要講它的氣氛燈了 我們剛剛帶大家去闖關卡 不管在什麼樣的情境之下 你可以很清楚的 看到你車子 可能旁邊有車子靠近啦 它的氣氛燈變成是有互動的喔 就它會提醒你變成指示 有靠前面要停車的時候 靠前面很近喔 跳紅色出來 然後它再往右邊 它在右邊那邊閃一下 就是讓你可以更知道說 自己在做動 可能會有發生影響在哪些地方 所以現在氣氛燈不是只是好看耶 時代在進步了 現在氣氛燈呢 還跟你可以有很強烈的連動 就是你離旁邊的車子近啊 然後你在到的時候啊 你要注意什麼地方啊 然後需要警示啊 氣氛燈它有功用 你不覺得紅色配一點淡淡的粉紅 然後慢慢拉成紫色 漂亮的不得了 那這車這麼高級這麼豪華 雖然老闆會搶到駕駛的座位 但是想要休息的老闆跟貴氣逼人的貴婦喔 當然一定要坐右後座啦 我們來感受一下喔 這才是總裁應該坐的座椅嗎 右後座 雖然我知道S-Class現在已經非常好開了 很多老闆都搶著要開車 但是真的需要真的RELAX一下的時候 這個位置絕對能夠滿足你 而且EQS的SUV有一個大加分的點 我們今天這台七人座 我第三排躺平我很能裝東西 但如果臨時要多載人的話 我後面還多了座椅出來 所以它是可以比較彈性運用 那這台車呢更加的符合一般人 在選購EQSSUV時候的選項 因為它選配沒選到那麼多 它是跑車型的座椅 以及我前面的剛握的方向盤 一路就覺得很輕鬆的很愜意的那個方向盤 是NAPA真皮包覆的方向盤 這些都是基本的標配 所以光就這個標配 你好像選配也不用選到太浮誇 當然我知道有些人會追求我要更浮誇 更滿配 那當然就可以選很多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那就我現在這台車的選配呢 來來來來來 看看我們正前方中控的地方 它整個往下延伸有沒有看到 這很漂亮 中控盤線它有棕色的霧面飾板 很好看對不對 環艙呢它也有這種霧面的飾板 這個是棕色嗎 我個人覺得很玫瑰金啊 不過原廠的名稱叫棕色 那呼應的就是我B柱上面兩個出風口 它也有棕色 就這樣前面大概就Vinish就選這樣 可是這有點點睛之筆的感覺 就是你不用說要這裡花那裡花 這裡一個那裡一個 我這叫畫龍點睛 因為我基本的車子樣貌就已經這麼棒啊 你看我還有搭配一些橘皮啊 然後我的門板那麼好看 它是複合的材質 有紅色的縫線 然後這裡就是我選的這個飾板 再加上這個鋼琴烤漆 跟我的這個調整座椅的 霧銀的這個顏色搭配 再來呢 木紋 你剛剛看到那木紋啊 真的摸起來真的好立體喔 高級家具的感覺 它還有小顆有大顆 所以整個看起來是 就是很有質感的喔 就感覺它不是這麼單調 只告訴你 我這裡放了三盤星就OK了 No 它是很漂亮的 那基本盤 就已經這麼棒了對不對 但是到了後座 我剛剛講的 老闆坐在右後座 就是我需要桑子 RELAX的時候了 那這個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盡可能讓我舒適 所以這台車在 反而在後座的地方呢 做了一些選配 第一個就是 可能在車上 我們要做很多事情對不對 那我這個地方 就把它放下來 有沒有看到 我這個無線充電 這是選配的了 那一裝 這叫做 後座的舒適套件 也就是我把手機放在這裡 可以放手機就算了喔 它還可以無線充電 充上來 這裡亮紅燈了 這裡有收納的空間 雖然沒有那麼大 但是方便你來做一些東西的調整 很有質感吧 對不對 還有呢 因為我說後座要舒適 台灣有時候暴雨 天氣你淋了點雨上來 你會覺得很冷很涼 我這個地方就是 兩個右後座 全部都有加熱座椅 一段兩段 可以兩段 所以我就把它 三段可以三段 所以我就把我的屁股給暖起來了 屁股暖了全身就暖了 在標配的上面呢 其實你看前座的腳踏墊 還有後座的腳踏墊 上面都寫著AMG AMG專屬的腳踏墊 以及AMG不鏽鋼行車踏板 你那個踏板我剛剛開車我就開心了 它上面有那個翻滑的 一顆一顆的 那你就覺得每一步出去 賣出的每一步都很紮實 這種感覺 對 所以你看 其實這樣子 OK了吧 你會不會覺得這車 這個EQS 貴為EQS 你覺得它委屈嗎 會覺得委屈就是 因為你上次看了我的頻道 因為我們那一台白色 那個算是認證車 所以它選的東西都比較滿 我覺得稍微美中不足就是 兩個坐在後座尊貴的客人 可以多一點娛樂資訊啊 然後你可以做一些連結啊 然後就多兩個電視啊 多一些功用 路上一路不無聊 但是如果我真的很商務用的話 基本上不需要這個 我會覺得還可以啦 所以你的兩個賽車座椅的那個同意啊 它還可以頭枕做調整 好說到頭枕 我說後座舒適的套件 其實也包括這一個 我兩個左右 都會有這個 軟性不性的枕頭 頭枕 好我幫大家彙整一下 基本上我們這台EQS SUV 然後跟EQE SUV呢 兩台電動車風阻 雖然沒有像EQS之前這麼的好 但是分別0.25 0.26 CD 它也算是非常厲害的休旅的風阻係數 也就是你在開的時候是真的很流暢 就算剛剛下點雨啊 或者是出太陽 你再往前開 你會覺得蠻貼地蠻舒服的 然後再來就是續航里程啊 我這一台車是EQS SUV 這個在這個級距裡面 要挑到續航里程這麼高 我覺得也是少見啊 到616公里 就是這個車子的電池也算夠厲害 那車載電池可用容量呢 就我這一台EQS SUV 它是108.4千瓦小時 算很厲害了 那當然也勝過EQE SUV 不過你要說到馬力的話 我們這台馬力360匹的馬力 跟我的GEO C43 Coupe 比起來差強人意一點 但人家電動車隨時一踩就出去了 那個特性真的很不一樣 那這一次媒體試駕呢 還有一台EQE的43 那個馬力就很狂妄了喔 就是狠狠地還放傳統的油車的43 因為你要知道電的起步就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停滯 讓你等的機會 它就是出去 你一用力 車子就用力就出去 所以那個開起來感覺很不一樣喔 那我看同業朋友開的也是笑嗨嗨 很開心耶 那一台Mercedes AMG EQE 43 正確名稱真的很長 它是泳池同步電動馬達 那它的馬力可以到476匹喔 就是活脫脫比這個GEO C43多很多 當然應該要跟GEO E43比啦 那關於GEO E的樣貌呢 我們也終於看到了 那GEO E的影片曝光會晚一點點 想知道關於GEO E的細節 可以留言讓我們知道 我們在把單車拿出來 好好試駕體驗喔 畢竟我們跟這個賓士休旅 真的也算是熟悉的好朋友 可以幫大家真的把它的 隱藏功能給一個個示出來 然後它的扭力呢 其實在EQE的休旅車上面 尤其是43上面 都已經扭力到了858牛頓米了 但是我覺得也不一定要買到AMG啦 因為你不要忘記EQS它也有AMG的選項 那可是EQS的休旅車呢 它的扭力也有800牛頓米啊 你買加速也是6秒這麼快 如果你不追求那個4秒內 3秒5秒內的話 其實不用到AMG 這台車非常非常的舒適 然後我們的天窗呢 前面有後面有 然後我一樣有閱讀燈 這一些都是平常生活上用到 它就給你一個理所當然 但是是那種淡淡的給 不是刻意的給 不會讓你覺得說 喔它就是給了我一個什麼什麼 而是你享用說 喔理所當然它就是隱藏在這 那這裡有兩個speaker 也就是我們還是後座的人 可以去啟動 你好賓士 你好 有什麼事嗎 請帶我到中章賓士 他要把地址告訴我 annonce一下 這樣子確定是不是 腦海中的那種印象 先給你去左轉 喔魚股就出來了 魚股就出來了 喔很讚耶 我覺得這很棒 然後同理就是 不只你前面的螢幕上 hyperscreen看到 你的正前方 你的抬頭顯示器也看到 那當然這個右邊副駕駛座這邊沒坐 所以他就把它關起來了 就是不只自己開車的人 需要專心注意 右邊的人也可以幫助你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上一階段看到的是賓士呢 把他的電動休旅車 推到一個豪華的新高度 其實其他品牌也很多的 著墨在不同的各個不同的點上 如果就電動休旅車來講的話呢 我記得我第一次開到 Toyota BZ4S 我真的覺得有點類似 稍微變成吃電的Rub4的感覺 那開的感覺就是 基本上不用有太大的適應障礙 就像如果回推到Lexus好了 Lexus的電動車呢 他是逐步讓你去熟悉的 他可以有油電的選項 就是你不用去想什麼 就踩踏油門就好 或者是呢 可以有點類似電油的選項 就是你可以透過這個 Plug-in Hybrid 讓你自己的油門踩踏 讓他去回充 然後自己本身的電池 也會增加點電 以及你到電動車 就像我到BZ4S上面一樣 我就覺得像是開一台Rub4一樣 適應的障礙沒有太大 你就可以幾乎沒有什麼適應的時間 就直接開車上路 很容易上手 一樣在Lexus的US310A跟RZ上面 基本上你就握了方向盤 用你習慣的開油車方式 來開他的電動車 這就是現在電動車的演化 那以Toyota Lexus來講呢 他就是親民容易入手 然後讓你零障礙的 就直接可以享受他的電動車 另外一個做法就像是這個 如果講到BZ4S 你就會想到出發路的Soterra Soterra基本上跟我們的BZ4S 是雙升車 可是兩個的個性是截然不同 一個就是愛玩泥巴的Soterra Soterra他可以去越野 我們之前還開著車子 去挑戰一些比較奇怪的 崎嶇的一些關卡 那你會發現說 他的四輪傳動的作動是非常的輕鬆 而且甚至你可以 所以嚴格說 由於Soterra有一些油車的那種 作動的感受 在車子裡面也是寧靜又舒服的 而且他不為任何艱難的挑戰 他可以去越野 然後而且我們體驗的時候還是下雨的 濕滑路面他也很輕鬆 所以Soterra算是在電動休旅的選項裡面 比較走出自己的路 走點越野風 但是同時又能夠有四輪傳動 讓你開起來是安心的 然後不會說覺得擔心車子的這個功能 跟不上你的想法 所以基本上就是 心裡想的他就直接做到 這是我覺得Soterra Soterra做的挺好的一個地方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如果要講到這個小休旅的話呢 也可以看到鋼斌市啊 我們講到那麼大的EQE EQS SUV 但基本上別忘記他還有EQA 還有EQB這兩個選項 那我自然覺得這比較unique的是在EQB上面 因為你還可以多了第三排 那雖然如果第三排坐人後面的空間 就真的被你用到一敗了 但是還是可以放一些軟質的簡單的行李啊 塞一塞 但是他有第三排多了一個便利性 就是偶爾如果家裡人口數多 或跟朋友出遊的時候 你可以多載兩個人少叫一台車那種方便 那或者是你今天人就沒那麼多 把這個椅子躺平之後 你還可以裝很多的 你需要去露營啊 或需要外出的一些行李啊 其實他都是蠻方便的 所以我覺得EQB在使用上面呢 算是比較貼近家庭的使用 然後其實我也認識這個 家裡頭有三個小朋友的三寶媽 他就一直在考慮 我到底該買GLB還是EQB 因為對他而言呢 EQB只要他上班的地方是容易充電的話 基本上市區通勤就不用再花錢了 然後在前面幾年呢 甚至就是品牌 每個品牌都不一樣的充電的優惠 這是我們看到的賓士 那B&W當然也有小一點點的電動休旅車啊 像之前賣得很好的X1 也有iX1相對應出來 你就不用買到超大台的iX了 那iX1上面呢 基本上他的配備呢 就一個規格 但是他所有的配備 都會比X1來的更upgrade的感覺 你會覺得哇 這個雖然X1你感覺像是家庭用車 或者是小家庭 或者是平常是需要點債務需求的 通勤族的用車 但他當他變成iX1之後 豪華度整個往上增加 而且開的感覺也很不錯 尤其是這個電動車 他又不是這種需要跑到很長程的這種 電動小休旅的 你會覺得市區通勤代步呢 把他純粹就當作一個通勤車 就很像你如果附近方便充電呢 跟這個EQB一樣 你可以直接就放著充電回家 所以每天往返 基本上是零成本的概念 那說到這裡呢 其實電動車真的要實際使用一轉子 你才會發現 到底自己適不適合 或者是會發現自己越來越喜歡電動車 就舉我們一個朋友為例好了 他開BZ4X 那一開始可能有一些狀況 可能本來不如他的理想 不如他的預期 但當他用了大半年之後呢 原廠有一些更新 他跟著更新 他說他很興奮的發現 他的里程數竟然是增加的 一來用車習慣 車子跟他已經match到 二來是原廠做了更新 所以里程數多釋放出來 他說比原本他預期的里程數多了二三十公里 所以他都很期待每一次的更新 那這就是不一樣的用車世代 叫做電動化的新時代來臨 跟以前你油車 你不會加油加幾次會變得不一樣 你油耗永遠都是差不多這樣 因為你開車習慣不會變 但是電動車會透過軟硬體的更新 讓他整個車子有一些進化出來 那說到這裡呢 我們最近也要帶大家看看 熱度很高的一台車 我們剛剛畫的急距呢 大約是落在170萬到240萬上下 那就這個區間呢 最近討論熱度很高的一台電動車來到台灣 跑旅喔 而且在美國銷售非常好喔 他就是電動的野馬 天屋萬喚 去年12月看到的野馬 吃電的野馬他不吃草 他來到台灣了 為了讓大家進一步的更了解他 我今天要請出全台灣最了解 來到台灣野馬 整個產品資料的人喔 這個叫做福特的進口車女王 不要這樣說我承擔不起 我們品牌的經理喔 非常了解我們的這個產品喔 第一個就是之前12月份 我們看到野馬 那個沖沖一撇很多人就流口水了 很多人就想直接下訂單 包括我 謝謝 好 但是那個時間點之前呢 其實Cincia就已經有研究很多 關於野馬的一些細節 努力了解 對 然後我知道原廠也為我們爭取到很多 那我們這一次看到的野馬呢 我個人覺得你們的這個劃分還滿清晰的 今天現場不會看到是入門的Select 入門就先把它丟一遍二 不要這樣說入門的也很好對不對 入門的也好 因為我這次發現啊 電動野馬來到台灣 一個最大的特質 就是我之前去美國玩的 有沒有看到我臉書打卡 那個路上滿街跑的野馬 因為美國的電動野馬賣很好 我跟你講 台灣的配備比美國好非常非常的多 不用再選配了 對 我們能選的都選進來了 真的嗎 對 所以我們接下來一開始先看Premium 就是中間的規格 一看到它帥不帥 大家可以留言 但是你等一下如果有壓力不能回答 你再 好 我會說 No comment No comment 台灣第一次開箱 上次只有近距離看 現在是真的開箱 第一個就是Premium 你先看喔 為什麼我剛剛把Select丟一邊 其實Select也很棒 對不起 你們很認真的幫消費者勾了很多 他們需要的選項 但是Premium一出來 就多帥個50% 那你就不會想要 他接不上話 不要不要不要 不行不行 你先開燈嘛 對 其實Premium頭燈其實很有特色 就是帶了我們三柱型的野馬標誌的一個三柱型的日行燈 那當然剛剛銀婷講到的帥度破表是我們19吋旅圈 還搭配了紅色的卡鉗 就是讓你的跑格更有感 而且你看光是這個地方放一匹馬 你會覺得整個心情很好 那你要怎麼判斷這個車有它開的電動野馬 是Premium啊Select 其實有玄機喔 我們在車側門版這裡 可以看這裡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Mk1的logo之外 這邊有一個4以及X 4就代表四輪驅動 X代表我們真程版的電池 那Premium車型就是搭配我們92度電的真程電池 以及四輪驅動的馬達 所以基本上如果看到這樣子 基本上就會是Premium或者是GT的車型 對那很多人說現在電動車選項那麼多 我何苦來在買普特的電動車 我先跟大家回答一件事情 就是以台灣來講電動車賣得很好的特斯拉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想換車也真的不知道現在才換什麼 我跟你講 不要選擇 因為CCS2啊它也是CCS2 充電你絕對不用擔心太多 然後續航里程還有它的組裝啊 還有它的細節啊 我真的覺得很值得你八月份看一看 上網看是不是 沒有沒有展天看展間看 我說上網看哪個展街有展車 上網看展街哪裡有展街 對對對 我真的覺得你要去看實車 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那很多特斯拉車主不知道下一台換什麼車 我跟你講無痛皆鬼 帥度爆表 對對電動野馬 你光看它的這個側面喔 已經有幾個山峰 肌肉感 美式肌肉車 因為它是野馬 我告訴你 側面的引擎蓋啊整個過去 這是一個兩個三個 有四個山峰 對 主要是中間兩個凸 然後可以讓它流體力旋 以及它的肌肉感更強 嗯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整個設計上面 我還是保留了Mustang的一個特色 長車頭 對 相對來講我們車頭比較長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們在引擎 現在沒有引擎了啦 對 我們的前 行李蓋 行李蓋 下方有一個Front 一樣是收納空間 可以讓大家收納東西 對 我可能要去把它打開一下 好啊 我來開 它前面有100升 但是在後箱呢 1420升 對 後箱很大 因為它是跑旅嘛 所以你需要的這個 車子的空間 它絕對可以創造給你 喔 好大喔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 你們可以做乾濕分離耶 對 這邊有一個漏水口 其實就是 可以看到我們國外上市的時候 其實是放滿了冰塊 差幾瓶啤酒 真的喔 對 我們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對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露營啊 有些東西下雨濕濕的 還來不及晾乾 說放這邊沒有問題 不會影響到我們後艙的一個空間 欸 其實美國人真的是很FreeStyle喔 很享受生活 因為你看光這個地方 這不是自卑架 但它好像 不過要讓你放杯子了啊 對 其實是 如果你坐在這邊 需要零食放一個的時候 它有一個形狀可以卡住 對 對 讓你卡一下啊 怎麼會想到這樣的設計 真的是 很酷 就有一些巧思 對 的確是我們過去可能沒看到 對 一百升喔 一百升可以放很多東西 沒錯喔 所以你出門 如果你覺得還要搬行李箱 很麻煩 你就把所有衣服放出來 或是大家不知道 前面有行李箱 偷藏一些私房間 這個老婆不知道 老婆就懶得看你 車子的引擎蓋 她就不知道這個是行李蓋 這是我覺得很大的地方 很實用 這樣 蓋上 然後用力一點